這個是他公布 2024的皇位白書 他說東海 台海這一帶 是二戰以來最激烈 最緊張的狀況 他是用這樣來形容 然後他對台海的理解是 大陸正在不斷的試探 要造成既定事實 所謂造成既定事實就是 他就越過你的禁止限制水域 或者越過你的中線 然後要讓你習慣 然後他也有統計 歷年來那個中國大陸超過 就到台灣那個繞飛的架式 連續兩年都超過1500次 我們講那個一架飛機就算一次 所以他當然就覺得 非常的不樂觀 然後俄羅斯也開始介入亞洲 他基本上沒有做結論 可是就是把那個情勢 我覺得比較實實在在的 就是都貼出來 整本防衛皮書都是彩色的 都是彩色的 非常好看 這意思是說 意思是說他成本比較高 不是就是都是一張大圖片 然後做一點解說這樣 我建議我們國防白皮書 也要這樣做 這樣比較吸引人 很容易閱讀 很容易閱讀 搭配圖片 我覺得坦白講他也不好去講 日本的戰略 因為還是要看領導人怎麼做 不過基本上他就認為 那個情勢是越來越緊張 可是他不是有特別提到說 印太地區要特別注意 可能會發生 像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那樣子的狀況 他就在講我們嗎 他沒有講得那麼白 可是那個脈絡就是台灣 而且他寫中國是寫最多 講中國有異呼之前的表現 也都是在講中國 就是他不斷的在擴大 包括對菲律賓 包括對台灣 就是說他都要造成既定事實這樣 現在目前狀態有點詭異 就是說當童子賢已經被列為 總統府的氣候變遷委員會的 副召集人 那中間還有其他委員 我們也沒看到 李遠哲前院長自己跳出來講說 賴總統也找我 我是其中一位委員 委員的名單我們並不清楚 所以就是說在這一個 可能決定我們中華民國 未來要不要使用核能的 重要委員會當中 永和的意見是存在的 而且是有份量的童子賢 李遠哲 那這樣狀況之下 我們到底賴清德總統 會不會使用核能 大家就要討論了 可是這邊同時有人講要用核能 可是另外一邊沒講話的 一看 鄭麗君副院長你認為他會支持嗎 絕不可能 他這輩子就是反核的 以前跟林毅雄走上這個街頭 去苦行台灣 挖愛台灣 就是反核 他也是副召集人 關鍵的第三位就是中原院的院長 廖軍志院長 我跟他完全不認識 先前我也希望能夠訪問到他 後來他請了陳瑜高主任 來上我的廣播節目 一聽完我就知道答案了 他講的就是去碳燃氫 就是我們現在的天然氣的發電廠 只要加入氫的話 他過程當中就完全不排碳 不排碳就可以符合2050的非核家園 這個中原院 2022年就已經提出了一個報告書 大家可以上網去看一下 那是專家意見 有人覺得不容易辦到 所以顯然這三個重要的副召集人當中 只有一位是永和 另外兩位看起來不但不永 而且還可能反 可是你剛剛講的那個 那其他國家為什麼不用 當然啦 如果說這麼厲害的話 其實這個是未來的發展 因為到2050之前 像SMR這種核能技術 所以回過頭來 就是剛剛主持人在講的 除了專家意見之外 行政院態度 今天是禮拜六 禮拜四的時候也清楚講了 726跟517 它是7月26號核三的1號機 按照他先前40年一到 726 所以726的晚上12點一過 727開始就沒了 明年517是2號機組 那兩個機組加起來是190萬千瓦 你去計算它的那個發電量 就是用麥寮那三個燃煤機組 一個對 就補起來 然後再加上大潭 還有其他天然氣發電 所以政府一直告訴你不缺 就是說雖然少了 這兩個核三的機組 但是我用其他補起來 第二個就算你研議過程當中 不管是國民黨或民眾黨 願意把這個五年前提出 申請的法令給它鬆綁 OK 那法令鬆綁了 表示我們可以用 那按照流程走的話 一個要研議的核能電廠 需要進行評估 那行政院現在給出來的時間 是三年半到五年 所以就是說 現在賴總統的態度 跟賴政府的態度是 我們沒有反核 只是沒有永和 要用核能 那就要鬆綁法令 鬆綁法令完以後 我們就做檢測 檢測就是三到五年 所以未來四年都不可能 連鄭文燦都敢辦有什麼壓力 拜託 洪生漢敢對抗你 會不會是林毅雄 不可能 他根本沒有壓力 就是要不要 那他不要的理由是什麼 民進黨反核的立委 我講白了 民進黨是反核市 那反核 反到連核電全反 就是洪生漢 其他人事實上就是反核市 核市你如果要啟用一定反對 核山到目前為止證明是安全的 核山事實上使用連線 本來就比台灣規定的還要久 美國有用到80年了 美國的核能電廠有用到80年了 李遠哲講說總統並非不知道 他的意思是說賴清德知道 要用核能 沒有 這個只是在 幫他解套 在給他一點善意的表示 說鼓勵你出來做 OK 給他一個樓梯 我才不相信他知道 台階 所以他不知道 他對人員怎麼會懂 台電一天到晚都把你當總統 我就編另外一套資料告訴你 都這樣 怎麼不去問鄭麗君 鄭麗君不是長電 他說台電長電 對 所以我認為就是賴清德 要不要下這個決定 如果連鄭文燦都敢辦 沒有什麼事情 他大概只有蔡英文不敢辦 這個我同意 其他大概都敢處理 不敢辦蔡英文的原因 是因為美國反對 美國怎麼可能讓你辦蔡英文 不可能 所以不是論文 或者黨內的派系決鬥 都不是這個 是美國因素 是忌憚美國因素 美國喜歡蔡英文 大家都知道 所以賴清德絕對不是要不要 就是他要不要走 就是目前他所得到的 發電的訊息 我認為是被誤導 就是跟他講說電夠 所以他就認為 反正我這一任做完是沒問題 他事實上一直都講 他會處理核電的問題 可是不是這一任 所以我覺得是他得到的訊息 跟他講說你這一任沒問題 我認為賴清德對核電 比較沒有那麼強的意思 所以說實在 可是他並不了解真正的問題 或者有多嚴重 對 就是要有多嚴重 我認為童子賢跟李遠哲 都感受到了 尤其他可能真的不知道 AI產業有多費電 真的 AI產業真的滿費電 那我們一直在節目上講 希望賴總統也有看到 我們在節目上一直講 一直講一直講 看他有沒有看到 這個台電要告訴他事實 真的 其實你可以看 我覺得整個民進黨 在執政的狀態之下 好像不跟中國扯上去 他們就不懂得怎麼執政 不懂得怎麼樣來去做政治角力 你可以看賴清德他無非 就是想要在這個案件裡面立威 那同時他在敲山正虎的狀態 為什麼會這樣說 你可以看 現在目前的資料開始跑出來了 蔡英文相關的一些交辦等等的 內容全部都一個一個出來了 那這目的到底是什麼呢 真正的是想要 剷除鎮文燦嗎 還是所謂的敲山正虎 我覺得這一點 大家可以很值得關注 那其實剛剛講了 我說不管今天鎮文燦是 自己主動去交手機等等的 我必須說鎮文燦 他應該算是狐狸中的老狐狸了 他其實在整個政壇裡面 他手腕之好 我相信藍綠 大家應該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這七年來 往往都沒有動作 是真的有保護傘的關係 還是說這七年來 你可以看到 鄭文燦這三度三關的 怨檢鬥法的狀態之下 非常的怡然自得 說好的五百沒問題 一千二沒問題 接下來我自己交手機 不要再零月我 每一個其實你可以看到 他都算得非常的精巧 這個背後的目的是什麼 他已經有七年的準備了 各位 很多人都覺得說 七年為什麼都不抓 不 是七年做好了準備 我讓你抓 我抓到讓 傷害降到最小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所以我覺得大家 其實很多的陰謀論 我認為鄭文燦說不定 可能都是掌握的 因為他其實在報導裡面 特別都講到說 他其實很清楚知道 他被監聽了 所以趕快還了這五百萬 為什麼每一個步驟 其實鄭文燦 他都是遼落執掌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 三關三鬥的狀態之下 其實鄭文燦反而是說 要讓大家激起這樣子的興趣 然後來去了解 那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 鄭文燦 鄭文燦的這個案子裡面 賴清德他想要做的 立威的狀態之下 是什麼 反而他想要把這個聲量 弄大的原因是什麼呢 現在是民進黨執政 但是上街頭的卻是民進黨 想要藉由這個案子 來轉移目標 讓大家覺得說 我賴清德就是不管是藍綠白 不管誰只要有問題我都辦 反而是在轉移目標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得出來 賴清德 我在上次上個禮拜節目 我特別講到 不管今天是南流還是北流 賴清德現在全部都要剷除 只有賴清德的這個系統 不然你就等著看 因為你可以看 包含到說 到那個林宥昌 然後包含到剛剛說的 我們的那個聲翰委員等等的 現在還有誰敢不聽話 這個案子一砍下去 誰還不敢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立威 一石二鳥 我覺得他是非常聰明的 所以未來只能信賴台灣了 不其實你剛剛講到 文燦他檢調 或者法院的調查處有人 這個並不意外 事實上這個案子是這樣 也有一些新聞出來了 他不是被牽結兩次嗎 這個就是屬於那個 整個法院調查處 檢調系統裡面 就是這個案子的證據不夠 牽結並不是以後不能辦 只要有新事證就可以重啟 為什麼會重啟 就是有另外一派的人 知之不倦 就認為只差一步 為什麼要牽結 後來他們就講有一個 那個檢察官 他們把他取一個綽號 叫葉克摩檢察官 就這個案子好像 已經快要死掉了 他把他救回來 因為他就帶了人 用大炮照相機去照相 去跟肩 最後就照到了那張照片 你說送錢進去的照片 對 當然也包括監聽 聽到了廖俊松講五百萬 就跟他跟他太太 那段對話 所以事實上真的就是 是因為有人就是棄而不捨 覺得這個案子就差一點點 為什麼要牽結 結果他們 因為一定要有新事證 才能重啟 就是他們重啟 所以這群人 我們要在這邊表達敬意 要給他們一點鼓勵 對 事實上目前我覺得 坦白講你剛剛講的也對 因為昨天我看那個 友台有個記者 他到桃園去問當地人 那只要是藍白的都說這個不意外 那只要綠的就會說 這個有點失望這樣 那可是藍白不意外 再進一步問 問說你認為會辦到哪裡 他們認為說會雷聲到雨點小 就到這裡為止 對 藍白大部分都認為 就是這樣而已吧 他說還要追殺嗎 賴清德真的願意讓檢調 從此就開始都可以積極主動辦任何案嗎 我非常懷疑 亮哥你覺得這件事情 有傷到民進黨嗎 那個原來百分之60的 本來就是不信任民進黨的 原來的那個百分之40 會感到失望 可是他們不用擔心 因為焦點立刻會轉到 民眾黨跟國民黨 到時候就沖淡了你的記憶 可是基本上藍白 就是人家去街訪 很少人認為從此檢調就積極辦案 桃園挖森 其他大案也辦 然後桃園辦完也來辦台南 大家都沒有那麼樂觀 是 這個韋漢一支 當然韋漢我知道你一直強調 就是無罪推頓 對 無罪推頂 無罪推頂 然後我們應該要相信司法 理論上應該要相信司法 可是實在太多的證據 讓我們覺得我們很難相信 這個其實基本上是這樣 因為你每次寫什麼文章發表什麼論點 大家看到的角度不一樣 我當然不會覺得說司法跟政治 完全無關 可是問題是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沒有當年2017年的五百萬 就算有人想要搞死周文燦 你也很難動 就這麼簡單 就你不要忽略那個事實 就是說如果他完全找不到 任何一點瑕疵 人家就是冰淨玉潔 也沒有人送錢 他也沒有隔了十一個才退回去的話 你就算政治上任何人想動他 你也動不了 那你說因為以前在蔡前總統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要辦 當然應該要辦 那剛剛兩個也講了 你回頭一看 不是沒有 監聽以後 然後也拍到了照片五百萬元 黑色的那個 那個怎麼講 手提帶進去 應該去搜索他的 當時就應該繼續收 就收到錢 當場應該要去 可是當時沒有 也沒有人出來指證 那現在的狀況是這四個被收押 陽性因為年紀大了 陽性總經理 所以後來他交保 其他幾個人的口供 都是說我們當時送錢 所以這個就是辦的證據 可是當年兩次遷截 就沒有辦到這個程度 也沒有人出來 做對鄭文燦不利的口供 應該這樣理解司法 所以回過頭來 當然你以結果來論的話 現在鄭文燦已經是這個狀態了 所以他在政治上 已經對賴清德毫無威脅 這是既定事實 客觀的論述 可是你要講說 可能某某人 某某人想要對誰怎麼樣 比如說我們政治上 你可能競爭 跟我會有威脅關係 所以我就靠著司法檢調 那這個我基本上 真還不至於到認同 因為如果我們中華民國 總統都可以指揮選票 去針對任何一個 我可能看不順眼的 他不用指揮 他只要刻意影響 或者是不小心影響 釋放一些訊息就好 那他現在應該要對付陳其邁 或者是國民黨的人才對 像觀眾朋友 應該理解我意思 你真的有這個事 你怎麼不知道 下一次會不會是陳其邁 那你要看他有沒有做錯事 不會啦 陳其邁不會 陳其邁跟樂清的關係 其實還不錯 這樣就懂我的意思 第二個我要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現在目前看到的 這些案子的這些轉述 我們沒有在現場 所以有些東西很多的情節 可能都會有一些落差 譬如說像鄭文燦交手機 到底是有交還沒交 我看到的是報導 又不是檢邦跟你講 報導說有交 對 OK 那現在講說 他在這個六點的時候 七月五號 他四號回臺灣 六點 七月五號的時候 檢察官上門 給他一個傳票 說請你回來協助調查 上面寫了貪污治罪條例 沒跟你講什麼案子 你怎麼會在開始問訊之前的 七點十五分 時間很確定 傳了簡訊給你的實信秘書 講什麼 說我心坦蕩蕩 沒有收受財務 沒有約定 沒有對價依法行政 最後申請的案子也都沒過 他傳了這個內容 現在被解讀就你在竄證 可是如果我們現實來講 因為廖姓父子跟陽姓 侯姓這四個人 已經在六月的時候收押了對不對 媒體沒有特別報導 因為我們不關心 這麼算不會不知道 所以當他知道說 那幾個人都被收押的時候 他當然會知道是什麼案子 你要硬講說 他傳這個簡訊 是他已經聲通廣告說 他怎麼會提前知道 他當然知道 因為他是當事人 可是他寫這個內容 被解讀成為說 你是不是在叫你的秘書 去跟相關單位 我現在如果我進去了以後 你要跟他們講 我的說法是這樣 所以被認為是串控 所以我覺得面對司法問題的時候 每一個環節都理性客觀來去看待就好了 政治力一定會有所影響 可是我不會認同 就是我們臺灣現在目前是可以 打壓異己到完全指揮 檢調系統去 無中生有入人於罪 你還必須給你先前真的有瑕疵 真的有疑慮 真的有收錢 才有可能被辦 才有可能收押 同意啊 不啦 因為那個 林日間被查論 讓人家就同時去查鄭文燦 結果鄭文燦也抄襲 實際上不是說 還有當然就是 這個坦白講 這個也有小英的因素 因為林日間是蔡英文塞進桃園 鄭文燦本來就要支持鄭運鵬 結果這個一進一出 後來不是又回歸到鄭運鵬選 這也讓鄭運鵬整個黨的士氣就下降 不然其實張善政也不一定會當選 因為如果一開始就是張善政對鄭運鵬 沒有林日間那段插曲 搞不好人家也不會去查鄭文燦的論文 然後桃園市搞不好鄭運鵬有機會 所以這個就是一連串的天意 你桃園選敗 然後你的論文又出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 蔡英文還把你塞到副院長 你就知道這個媽媽多疼他 對不對 疼成這個樣子 那不然本來的話 就是他當行政院長 然後找機會就要升黨主席了 那就要選總統 那就是選大位 進出大位了 真的是這樣 賴清德就準備回去抱孫子這樣 那你覺得現在小英的心情會是怎麼樣 依你的了解 不啦 我們的了解就是 賴清德當副手 就是先去跟小英爭初選 然後後來又逼當副手 老闆講這個是新潮流撮合的 蔡英文就非常不高興了 你背叛我 然後又逼我換陳建仁 其實蔡英文滿喜歡的 所以這是兩重得罪 至少蔡英文當第二任的前兩年 我覺得賴清德是完全被打壓 完全被打壓 然後冷言冷語 什麼事都不知道 就所有的公文他都看不到 到了第三年就是坦白講 那個四大公投就是一個轉捩點 就蔡英文自己的能量不夠 所以只好放賴清德出籠去跑基層 你就知道賴清德有多珍惜 一個孕令就去了六次 這個我都記得 後來就四大公投立功 後來那個 好像是林佳拉瓜總統上任是吧 就是我們有幫 中美大老幫 對 他就讓他去了 遇到賀錦麗 小跑步到賀錦麗面前 遇到賀錦麗 你就讓他多珍惜 事實上就是那個時候才開始放風 讓他 因為南部 真的賴清德的造勢能力 比蔡英文好太多了 不會說台語也很 是啊 蔡英文會說台語 沒有啦 而且真的很多人都認識賴清德 所以基本上反 不是那個支持美國萊豬進口那一次 那個真的是靠賴清德的力量 因為我那個時候印象很深 去雲林去了六次 你就知道他已經被冰凍多久了 而且還有一度傳出 他當副總統的第一年 還傳出說 不然讓他去管原住民好了 一樣這樣多傷人 那後來沒有陳真 可是這個話就這樣繞兩個月 有一個委員會在裡面 總統有一個原住民委員會 你可以看喔 就是 但是 因為畢竟我應該這樣講好了 李靖勇他的政黨色彩實在太明顯了 那很少會有地方罷免 有中央的層級介入的這麼深 而且還這麼明白 我覺得這才是大家值得關注的地方喔 那其實大家可以看喔 這次的選罷法的修法的案子喔 其實包含到青鳥 因為我其實都有稍微帶關注 就是網路上各個方向 其實他們很明確 在還沒進付二賭之前 他們就在 已經在網路上說 今天不集結 我們全部攻二賭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們其實很明確的知道 他們現在的方向 已經不是在現在到底過還是不過 所以我覺得吳秉瑞 他那個只是剛好他 可能個人的一個引爆點 但是對於整個民進黨 他們非常清楚知道 他們的決戰是在進付二賭 所以其實包含到整個網路的風向 他們都很清楚知道 全面都是在攻進付二賭這一塊 所以他們本來其實預計要集結的 但最後是取消的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木已成舟啦 那你到底還要在追什麼 那你可以看到喔 整個從上到下整個 包含整個罷免案 到罷免的修法之案件 民進黨他們的做法是什麼 其實讓人家會覺得說 到底這麼針對是為何 為什麼刻意要硬 把這兩個案子連結在一起 我覺得這是民進黨 他們現在的策略上 遇到的很大的一個問題 那反而是用這種抗爭的方式 就是讓人家覺得說 是不是有一種輸不起的感覺 包含到說你今天 少數要服從多數 多數要尊重少數的 這個狀態之下 在立院 從其實國會改革到現在 其實一次又一次的 民進黨還要亂多久 其實讓人家覺得就是 民進黨不要再這樣亂下去了 來 韋翰 我其實有點驚訝 就為什麼 李建勇主委 要去協助基隆市選委會說 因為可能怕你們人手不夠什麼 我覺得這個是很正面 但是他 去協助很正面 他這麼忙 你主委跑去幹嘛 不是 因為現在 選委會 因為這算是選務 但是他要求要30天 我其實真的不太理解 壓縮 不是 那你為什麼 不要求20天 因為規定就是40天之內 如果你很快 來 觀眾朋友看一下 選舉罷免法裡面有關於 罷免連署人的茶隊 在這裡很清楚 來不及做圖了 直接看有沒有 縣市長的罷免的茶隊 應於幾天 40天 對 40天 你為什麼要求30天 這個沒有什麼好講的 就是說因為罷免結果就是民意 我是已經公開多次講過 我認為基隆那個現況 還有那個票數 以及選民結構看起來 要罷免並不容易 但你不能講說 所以我就催 那不然你剛剛有說不講15天 為了有效率 我們要這個民意是熱呼呼的 所以不要讓大家冷掉 對 所以我覺得這沒有什麼意思 那我剛剛講的沒有錯 因為如果地方的選委會覺得說 我們承辦這個很困難 所以中央學會來幫忙 現在也沒有其他選務 我覺得這是可以的 但是你就按照規定來就好了 說不定規定40天 28天都做完了 也就OK 那你提出一個30天 這可能就讓他覺得說 你有基本上的一個 先入為主的觀念 這就不是中立的選務了 我相信你這種覺得 我不瞭解他為什麼這樣講 那我的看法是說 按照規定來就好 因為每個規定不一樣 第二個 現在目前基隆的狀態 因為基本上想要罷免 都是要靠仇恨動員 以往我也在我們節目當中 講過很多次了 成功例子跟反對的例子 那每一個不同的角色 你看你採取的是什麼態度 那現在國民黨看起來是 防著就是說 不要說都不要動作 我們要全面應戰 要把那個反對罷免票高於 那個他的罷免票 如果這樣的話 他可能就是黃捷的狀態 黃捷就是在高雄的時候 反對罷免票高於罷免票1萬票 後來他甚至不但沒有受傷 他甚至後來趙天宁一出世以後 就跨區跑去選立委還選上 所以國民黨想要採取的是對抗 這個是可能 這是朱主席嗎 我也不知道主席的想法是什麼 但是他的風險半存的就是說 當你藍綠對決之後 在基隆對謝國良 滿意不滿意的市民一定都有 可是會不會也帶來了一些 國民黨的戰將 這些人他們基本上 可能在基隆的綠營選民眼中 他們可能我喜歡謝國良 可是我討厭這個立委 覺得立委來了以後本來他不投的 會激化 就是反對票數其實也跟得變多 如果你你有辦法有信心 那個反對罷免的票數 會高於罷免票數的話 你就這麼做 否則的話那個罷免票 反而會因為國民黨火力全開 整個列車開進基隆以後 讓那個原本的罷免票 冷冷的罷免選舉 結果最後他的票數衝高 比原本更多 這個民進黨都自動的事 是啊 就是如果謝國良真的被罷免 雖然我不認為會成功 因為謝國良罷免門檻真的非常高 而且罷免的投票率不會太高 罷免投票率45就很不錯了 上次縣市長選舉投票率多少 罷免要76979 76979如果投票率45 難度太高了 太高了 可是如果現在一直加油添醋呢 加柴火呢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還是不太可能 因為謝國良並不是最大惡極 你說要比那林宥昌不值得罷免嗎 來不及 林宥昌也當過市長 我的意思說 人家會來對比政績跟正義程度 而且謝國良後來那件事情也無罪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就是 賴清德的報恩就是 如果這個罷免成功 他就是內定同志委要選市長 所以高嘉義也不要夢太過 就是同志委 可是就是因為這樣他更應該避嫌 尤其是罷免這種事情 你政黨介入太深也不宜 雖然大家都知道很難避免政黨介入 可是我覺得也不能大剌剌 變成兩個黨主席在那邊對決 這樣就太怪了 其實我是覺得你可以看到 李靖勇就是直接直挺挺的 就是打了左榮太的臉 他一直說中選會不會介入地方罷免案 實際上沒有 你可以看李靖勇他直接擺明了 瓜田裡下完全不避嫌 所以你可以看他與法有據 他就直接跟你說我中選會 就是要你地方的基隆市選委會 服從他的指令 那對於民眾黨來說 我個人認為如果今天 一個基隆市長為了要守護市民的財產 而被罷免的話 我真的覺得是非真的不要再這樣點倒了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子喔 今天如果一個行政首長 他可以好好的守護市民的財產的話 我認為在地方上 我們應該也要支持這樣子 守護市民的納稅錢 以及市民財產這樣子公道的一個市長 我認為這才是合理的 那如果民進黨你要用整個行政倫理的 干預方式的話 我真的認為喔 不管是基隆在地也好 或者是說北北基陶這周圍 大家都會看在眼裡的 所以我個人認為啦 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喔 李靖勇在這時候 好好發揮他的作用 就看得出來喔 整個民進黨完全就是 為什麼今天我們要國會改革 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他是因人涉事啊 李靖勇他有所表現 就可以好好的 讓他在綠營裡面好好發揮 但是不要忘記了 中選會你該有的行政中立 應該要有啊 而不應該去下降的指導期啊 不啦 難以想像這麼職業的人 還會要槍支跟車子的證據 會把自己的口罩留在現場 而且是自己的DNA 這個有可能嗎 如果他真的把口罩留在現場 然後有DNA 那一定是栽贓別人 邏輯上應該是這樣吧 我是說邏輯上 然後這個張信呢 我不知道他的槍炮前科 有沒有殺過人 如果他沒有殺人的前科 這個案子你這麼鎮定 實在真的難以想像 第一次就敢殺林士傑 而且林士傑是這麼大尾 這麼大尾 他有一個漢中會 他下面陣頭有多少厲害的小弟 你直接就殺老大 你去看過去 我們只是根據黑道的歷史來看 以前那個殺黑道的大哥 都是什麼好人物在殺的 會是這樣的人嗎 警方昨天逮捕到這一位 口罩男的時候他有特別講 因為當時林士傑 這個前台南市區漁會理事長 被槍截的時候 那個槍手有戴口罩 所以大家講說口罩男抓到 就是覺得槍手抓到 不是完全不是這回事 是所謂的第二輛換車的 車上遺留一個口罩 裡面的生物機證DNA一台 就掌握到這個人 去他家 他就在家 他幹了這麼大的案子 他還在家等起來抓 這就第一個不合理 第二個 當時的槍手 剛剛亮哥講 他這個被逮的人 我們今天一樣 就不確定的事情我們就不講 我們不知道他是不是 可是我真的很懷疑 你既然都已經知道要 這麼縮密的安排 然後清晨不到6點 直到林士傑要爬山 然後上前以後開11槍 沒有一槍就是 MISS掉 全部都打中 然後很快的就開車 然後就燒車 連槍也燒了 車也燒 什麼都燒 然後到了第二輛車的時候 還留個口罩在那邊 讓你去查 這就不太合理 當然因為警方對於這麼重大的 這個社會案件 一定有破案的壓力 你不破案的話 大家會對政府不信任 可是我是希望不要因為 為了要破案 然後就辦錯人 因為昨天晚上他沒有偵訊 所以細節我們並不清楚 大家看後續看這個 這個男子的父親說不是 那我們就參考 因為爸爸媽媽不會覺得 自己想要問題 只是看起來 這個人就是槍手的可能性 我主觀認為可能沒有那麼高 但如果他能知道 譬如說他是什麼時候開車 把他的口罩丟到這邊 其實他只能證明那個口罩 是這個男生被打的人 因為DNA激震是確定的 還是說你的口罩 你從來沒有開過這台車 你在什麼場合的時候 你的口罩被別人拿去放在那邊 然後故步移證 如果有關聯 如果連車的來源都有關聯 或許就可以考察出 到底那個槍手是誰 這對辦案的進度還是有幫助的 還是要停止 因為那邊 因為那邊 我們也要勉強